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 该公司严格控制成本的措施奏效 可以改善2021财政年的前景 不过 经济前景放缓 导致收入减少 而且预期区域的订户人数会下跌 另外 政府要求提供免费数据 造成每位用户的平均收益下跌 电信业的收入相信会录得中低单位数的跌幅 因此 行家下调精明财政年的盈利预测 幅度分别介于15%和10% 同时将原本的超越大势评级下调至跟随大势 目标价为三令吉55仙